大家好,大家好,回来海伦娜的厨房 今天呢,我们烤鱼 那我们烤鱼,烤机器盘,烤土豆,还有烤玉米 那我们买回来的机器盘,这个是中间那一栋 要溶雪的时候呢,就整包不要打开 放在水里面,让它大概一个小时 那溶了雪之后,剪开它,把它洗干净 这一个是柠檬叶,我们今天用到柠檬叶 因为在做这个机器盘的时候呢 柠檬叶呢,拿来做香料,它就很香了 把它洗干净 好,吃枝翅膀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个困难哦 就是它有两个骨啊,连在一起 我们把它切一下每一个 它两个骨呢,就分开 在吃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吃了 这边也是,用那个刀慢慢把它切开 那比较有点困难啊,就是每个都要去弄它 就是方便我们吃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吃 好了,看起来也比较大 那两边呢,腌的时候呢,中间呢,也会入味 机器盘就是这样处理,就可以了 两个骨分开,两边都分开了 整个都很美 好,这个柠檬叶洗干净 把中间那一条梗把它拿掉 因为它比较硬啊 柠檬叶呢,它的味道有一点像那个 王皮的叶的味道 我蛮喜欢这种味道的 它有一种很清香的味道 那我们一片片呢,就把中间那个梗拔出来 这在城市里面啊,柠檬叶也要钱买的 如果在乡下的地方或自己在发源有种这种柠檬呢 就不需要买,就很多了 把柠檬叶呢,整个拔了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切碎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特别的,所以就是一条条的 切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把它放在弄好的机器旁上面 然后我们再加点姜 这是每次我们吃这个鸡 无论做白斩鸡,呃,酱油鸡,什么鸡都好啊 一定放的就是姜 因为姜呢,它有一种很香的特别的味道 而且跟那个鸡肉呢,它非常配的 好,我们放点,呃,酱油 就是sour sauce cooking wine,料酒 这个料酒还有盐,呃,是比较贵的 在超市有一个成年料酒 有一个烧庆料酒 这个烧庆料酒呢,就比较贵 新必要十多块一瓶的 好,再放点黑胡椒 就把,呃,这个是corriandle 干的,它会比较香一点 好了,所有东西放进去 再加一点点的油 啊,这个是苏格,糖 红辣椒 就把它,啊,拌均匀 让它的味道呢,就吸进去 啊,慢慢的 就是所有的拌均匀 抓它,抓它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就可以戴住一个手套 因为不是说它干不干净啊 只是呢,就不用洗手啊 啊,然后呢,就把它用保鲜纸封住 因为最少呢,要腌它大概六个小时 这样烤出来才好吃的 那还有我们烤鱼 这个鱼呢,在超市买的 所以它就已经杀好了 里面买这种鱼,它蛮干净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清洗 清洗的时候不要用手指 拿一个汤匙,这样子慢慢的挂它 把它黑色的东西呢,慢慢的挂出来 因为呢,那些鱼里面的黑色的东西呢 它的血啊,啊,那些啊 它就会有一种很腥的味道 所以清洗这个鱼是最重点 好了,还有一点点黑 所以我们用手呢,把它拉出来 用力,净好了,干净了 啊,你看里面真的很干净 那个头里面也是,要把它刮一下 这种鱼,窗鱼 就没有鱼轮 而且吃起来呢,蛮好吃的这种鱼啊 它的做法有很多种 如果不喜欢烤,还可以用蒜蓉来蒸 之前我的视频也有做过 蒸窗鱼,或者来来煎也可以 但是烤呢,它做厨房比较干净 就不会脏脏的 把它晾干水 晾干水呢,就还要用那个擦油纸把它抹干 我今天呢,就用这个Coreando 西芹,小芹菜 放点盐,放点胡椒粉,再放点油 把它这个芹菜,就放在这个窗鱼里面 身体里面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这样子来说,它这个鱼吃起来呢 就有一种盐筛的香味了 我就是试过用不同的方法来烤 包括用香茅来腌它各方面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试这个用这个香茅菜来烤 把它塞进去之后 我们呢,就用一个bastik bag 就是一个胶带,膠袋 把它装起来,放在雪柜 也是等到晚上呢,我们才烤 所有的食物在处理好呢 要重新放在雪柜里面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样子呢,就是食物安全 保持它干净 不然你暴露在空置,一直放几个小时呢 它就会有细菌 那个食物就会变坏了 那我们还加入了一条的玉米 Shrie Cron 把它洗干净 因为两条吃不完,一条都不一定吃得完 但是我们还是烤一条玉米 这个呢,红黄色的灯笼椒 其实在这么多菜中,它算是蛮贵的 一个就要心碧,一块五毛 那我们这个土豆呢 烤了就不需要剥皮 烤跟煮水,10啊 也不需要剥皮 这样子那个肉呢,才好吃 我们用一个钢丝茶 就是把它的皮呢,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所有的食材啊 重要呢就是年轻人不费煮饭 为什么?因为觉得很麻烦啊 换弄来弄去 但是可以买一些超市啊 已经帮你切好的,洗好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如果它还帮你切好 太久了,暴露在那个空池里面 其实那个营养呢 就没有这么好了 所以我们新鲜 它已经不新鲜了 可能从不同的国家运到来新加坡 已经放了好多天 然后买回家 或者它切了哈 那个营养性下的没有这么多 所以自己煮呢,比较健康 玉米呢,就把它 砍一下就可以 我们切那个黄色的灯笼糟辣椒 非常简单把它切开四边 把那个头取掉就可以 它没有什么的技巧 我看到视频有些人说 哎呀,从哪个方向去切怎么样 就随便切就可以的了 最重要呢,就是你觉得方便就可以 里面呢,它是很干净的 就不需要洗 因为它里面是干净哈 那些种子有一点也可以的 这个没关系 就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就可以了 好,现在呢,我们用一个烤盘 就把这个黄辣椒放下去 加点油 橄榄油 放点盐 然后把它抓一下 就是让这个蔬菜里面呢 有一点油 它这样烤起来呢 它就不会很干了 我们那个玉米呢 也放一点油下去 就是它的盘里面呢 有一些油的 每个玉米滚一下它 就把它弄起来 照常这个玉米啊 所有的这个一条的玉米呢 都把它滚一下那个油 一条刚好切了四个 四块 然后到我们这个土豆 土豆这里是三个土豆 三个土豆看上去蛮多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煮菜 就是我们的饭了 因为就不煮饭了 我经常这样子 米饭呢 一个星期可能吃到一次到两次啊 那我们都会煮一些不同的东西啊 比如说土豆啊 意大利面啊 等等的一些配料啊 就来做这个主食 而且呢比较简单 不非说很复杂 就是做东西呢 我做食饭呢 就简单的 不非很复杂 你一下子哦 就可以弄好 又不需要怎么妈啊 洗啊 整个家呢 也不非很脏 好了我们排好之后呢 就到我们 腌好的鸡气盘 这个鸡气盘已经 腌了六个小时 就是放在雪柜里面 那我们把手洗干净了再 呃 搅拌它一下 然后呢就把它排在这个土豆的上面 因为这样子来说 它烤的时候呢 那个油 那个鸡的油 就会掉在那个土豆里面 那个土豆呢 就更加好吃 可能那个土豆比鸡气盘还好吃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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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大概 八个 八个鸡气盘 剩下的呢 我们就包回它用保鲜膜 放在雪柜 因为这样子哈 你腌多一天两天哈 那个味道是更好的 好了我们就 包好它 把这个杏下的机器盘呢 腌多它明天 明天呢再用不同的方法来煮 可能用煎的方法也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比较简单 就不需要哈 每天拿去做很多的 厨房的工作 那现在刚才呢 我们呢还有一条窗鱼 这个鱼拿出来之后 在它的身体两边呢 都放一些盐 它就会有味道了 然后呢就放在那个 烤盘 然后呢 上面就加一点那个 橄榄油 它这样子烤的时候呢 它就很香 整个 用手 把它呢 就涂均匀 哦 nice 好了就做好了 我们呢就可以拿去 那个烤箱呢 鱼呢就放在上面 那个 土豆鸡器盘 玉米呢就放在下一个 所以一烤呢就是两个可以完成 你看多方便 这一个在 示范国家来说 他们很喜欢用烤箱的 基本上他们不像我们 中国人呢就一直炒啊炒啊 用200度30分钟呢就可以了 他们又干净又省时间 他们主要呢就烤了之后 煮菜 就配一些水果啊 沙拉啊 这个是属于煮菜这样子了 然后呢 还有红酒 还有配最后 吃完之后有一个 ice cream 所以他们生活呢 其实蛮简单 蛮 就是不一样的生活啊 好了这个鱼已经烤好了 我们呢小心一点拿的时候 非常的热的 其实我有那个手套 我是难得呢 带着它去拿 一般我用一个tower呢 就把它 拿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安全啊 我试过呢 只吃呢 都烫到手的 就是 因为 当你刚刚开始煮饭啊 烤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要很注意的 好了弄好之后呢 我们呢转一个盘 因为这个盘第一呢 不美观 另外一个它很热 吃的时候呢也会不小心碰到 然后把这个 辣椒也拿出来 我们把这个汁 啊就倒下去 哇哦 nice 把那个红辣椒呢 就排在那个鱼的旁边 好了我们就拿那个机器盘了 把机器盘的时候用一个筷子 就小心的 啊 一个个呢 就把它拿出来 哇那个机器盘刚刚好 很美啊 一个个呢 很饱满 因为经过腌制之后呢 它的那个香料啊都进去 所以呢 是非常好吃 非常香的 啊我们把这个 黄色的辣椒呢 就放在鱼的旁边 就可以了 那整个过程呢 就一个烤箱 就所有都烤好了 我还 烫了一个意大利面 喜欢的 记得订阅 subscribe 对